先開始之前呢 先來直播彈幕互動 來自口袋48直播彈幕 暱稱為老毛頭我大哥的粉絲說 帥氣爆棚的一道閃電 降臨佐佐生日公演 氣氛瞬間高漲 北哥你為佐佐錦上添花愛你唷 什麼都是 來自哔哩哔哩直播彈幕 暱稱為疼疼愛吃疼疼菜的粉絲說 琉璃杯 對 GN生日快樂 沒有生日 GN快樂 雖然今天公演人不多 但後面準備了一個小禮物 希望你喜歡 我左邊 我左邊的粉絲很瘋狂 希望他們能來GNZ COCO 來自鬥魚直播彈幕 暱稱為LGE 深大壓力的粉絲 玩我的 粉絲說 佐金元新的一歲 愛你的小餅乾們更加酥脆香甜 我能成為愛你的小餅乾的一員 感到十分幸福快樂 禮物什麼禮物啊 好好奇喔 一會兒知道的才叫驚喜 難道是五百萬 五千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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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五千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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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MC話題吧 中性 中性 五千萬 二 一 二 二 六 五千萬 我跟你說 最瞭人瞬間難道不是應該等到聖誕環節嗎 哦 現在 現在幹嘛聊呢 一 那就一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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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泰CAT48 總選舉你投報 哪隻貓 希望哪隻貓糊到圈外 太惡毒了吧 對啊 為什麼 我們的貓有48隻嗎 有吧 有48隻 就是所有團的 我們也不只48個人嘛 應該嘛 來 誰先說 來 北哥 你是最愛貓的 你最有發言權 行走的貓薄荷請發言 那第一 那應該 絕對必須是憨憨啊 對吧 今天受薪 今天也是母瓶子貴的一天 好 然後 最糊的 當然是板凳啦 他現在都糊糟了 板凳太慘了 反正是我見過的最慘的關推 沒有質疑 對 雖然他爸爸是周總 但是 他現在每天被關在籠子裡 不能放出來 然後還沒有人為他吃東西 還沒有人為他禪食 我為了 你可能是唯一在為著他的人嗎 對 我偶爾過去看看他 然後他就 之前的時候他還是那種 來了一個人他還在掙扎一下 然後 然後後來到最後的時候他就 躺在那裡 真的 上次我帶憨憨去見板凳嗎 因為我想憨憨應該跟我們中心每隻貓都熟悉一下 然後 板凳這種渴望的眼神 因為板凳規關在那個籠子裡面嘛 然後憨憨就在外面 把憨憨舉起來看他 所以我有種真的有種探監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對 我覺得板凳特別慘 也希望還是 希望大家 能夠把關愛分給板凳一點 對 我們重新的承認 但是我發現意外的就是 因為哈比很兇嘛 哈比自己在我那兒 但是他意外的跟 就是憨憨很合的來他 是嗎 他上次還啃憨憨的背 他想跳上去 因為你知道嗎 哈比走過去的話 憨憨正好可以穿過他 對 真的 這個體型差 超大 但是他一般都不小孩 因為他跟乖乖一打架 然後跟各種就是貓都打架 因為他知道他一拳下去 可能憨憨就不在了 所以他應該還是保留實力了的 是 他還是很愛護憨憨的 所以我覺得很挺 哈憨是真的 哈憨 哈憨 好憨 那謝菲菲呢 今天前輩主場 那肯定就母貧子貴嘛 就你說的那樣嘛 對 就是希望 你貓叫什麼來著 哈憨憨 再說主要 我剛說完耶 朋友 他剛說完 叫憨憨 哦 我知道憨憨是吧 就是 裝熟 現在要裝成那一段是吧 對 撤回 最希望是誰呢 當然是希望 澤前輩的憨憨 希望他能夠最 就登頂 對 你希望你偶爾能來看看他 偶爾能來看看 所以我們憨憨現在一個人在家裡面 好孤獨 我對貓貓烏過敏 可以你把他跟板凳關一起 我可以就 那他可能真的沒命了 那我們哼哼也太慘了吧 然後如果說糊出圈外的話 就不用希望了 就板凳已經夠糊了 對 板凳真的 從我之前剛來 去年五月份來的時候 他超READ 在那個就是在我們飯堂的角落就會 天天有人去餵他 去遛他什麼的 而且他有微博的那個 專門管他的姐姐 對啊 現在根本大家都有貓之後 大家根本不在乎他 我覺得是風水有問題 對 社長給他換個地 風水輪流轉什麼 沒有 就希望社長給他換一個寶地 因為現在換 自從換到飯堂外面之後 就是板凳有時候 看他貓糧都沒有 我好怕他得抑鬱症了 已經有了吧 對 他有一段時間非常有應急 對 真的很可憐我們板凳 還是希望板凳可以好一點 希望大家有空可以看看板凳 我怎麼感覺我在替周總拉票 替周總 對 這不是我的貓 這是周總 周總代言的貓 那你呢 那肯定是憨憨啊 沒有不說憨憨的吧 希望哪個貓糊出圈外 但也不能踩一捧一啊 就 那就 那就肯定是只有板凳 但是我覺得 他不是說圈外嗎 圈外那不就48 可是有48隻貓嗎 包括其他團吧 包括其他團都有48隻貓了 真的嗎 沒有吧 天吶 雖然有48隻 我以為是誇張的說法 但大家都是愛貓人士 你呢 我的話 雖然我很想說憨憨啦 但是其實我個人愛好是那個 朵朵前輩的豆丁 因為我覺得那個無毛貓不掉毛 你看就很富貴的貓 對 主要是牠不掉毛 就是家裡都不用怎麼打掃 因為牠摸起來有很特別的觸感 雖然我沒摸過 但我摸過其他的無毛貓 還能說團外 還能說不是肩 對啊 那我覺得胖胖可以 好 是前輩聽前輩的貓嗎 嗯 嗯 懂了懂了 那你說希望誰胡到圈外 胡到圈外 我覺得 嗯 還是板凳吧 我拿太長了 就踩一踩牠比較好 那說我的話我絕對不說板凳了 嗯 那說誰 我不知道該說誰 但是我覺得在我心裡 就因為大家都說憨憨嘛 我就不說憨憨了 嗯 我想說那個 那個貓叫啥來著 叫啥啊 那個貓 誰的貓 蛤 誰的貓 你是說小菊前輩的那個貓 不是不是不是 是那個陳倩楠的貓 噢 噢 是很可愛 所以那天 因為我經常看牠在朋友圈曬貓 我就很喜歡 牠是免嬰對吧 嗯嗯 因為我覺得免嬰掌都很嚴肅中帶點萌 對 所以就是那種很大隻 但是牠還有很巨大的萌 牠站起來有如今一半 對 那天如今給我看圖了 那下次 下次把那個李澤妍跟那個 就從來 哈姆雷克抱在一起 看有沒有疊起來 看有沒有鬧那麼高 重點是這個人自黑 然後他拿出來 你看你看小哈站起來有我一半 然後 不是我們自己說的 真的很可耐 對 真的很可耐 我沒有希望牠有哪隻貓 是狐出圈外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給我們的貓貓一點關愛 特別是那種 就沒有人去看的 可是有的人 人設就是這樣 什麼人設 就是狐的人設 然後是 你說貓嗎 對 貓社 你說板凳嗎 對啊 我希望大家可以 我們中心的成員都能 多給板凳一點關愛 畢竟也 年老色衰了 在我們 就是我們需要牠的時候 其實真的天天都去搞牠 搞牠 搞牠 我們不需要牠的時候 就把牠放在那邊 真的很 就是很 會看到牠會很難過 對啊 所以雖然我沒有怎麼看過牠 對 但是對 希望大家能夠多關愛我們板凳 對就是這樣 有深處嗎 五 五 你有深處嗎 我有 你們先講著我上去看一下 我們沒有 先講什麼 那祝左座前輩生日快樂 你看 你們沒有默契 那麼我們祝左近緣 生日快樂 太甜了 太甜了 今天最甜的就是你們了 真的 果然左近緣粉絲都超甜的 像左近緣一樣 泛隨偶像 我覺得牠們那個氣成丹田的功力非常厲害 真的吹大聲 對 我今天感覺耳朵都要聾了 尤其是前面的這幾個 一個人喊 好厲害 真的 真的很厲害 我沒有聽鎮耳欲聾 我都沒有聽過那種 笑得呢笑得那麼大聲 你看又來了又來了 誰啊誰啊 媽媽 前輩的小餅家很大聲 她的第一位小朋友的ID叫 浮光一樹 嗨 生日快樂 然後 感覺你來一次也不容易 然後 非常感謝你都在我重要的時候 來劇場看我 嗯 希望以後每個重要的日子都有你的陪伴 生日快樂 謝謝 耶 嗯 第二個他在地叫 楊少 楊少在嗎 楊少 是冷餐說最冷不見了 嗨 那個 嗯 這應該是你陪我過的第四個生日了 嗯 嗯 雖然以前你 嗯 經常說話很 就是很毒舌 然後會惹我不開心 但是我覺得你內心是非常對我非常好的 嗯 就是那種 有種 大是親 大是愛 就是 刀子嘴豆腐心的感覺 嗯 然後希望你 你說你最大的願望的時候希望我開心 那我也希望你開心 生日快樂 謝謝 耶 下一個是 孤獨的一隻誰都別理我的小狗 小狗 誰這麼可憐 狗狗 狗狗在哪 狗狗不在嗎 那我就對鏡頭說吧 嗨 孤獨的小狗狗 然後不知道你為什麼要取這個ID 難道是因為你真的很孤獨嗎 如果孤獨的話 就不如加入我們的小餅乾大家族 來劇場一起喊摳吧 嗯 你應該在屏幕前看公演吧 然後 希望下次公演的時候能夠看到你坐在台下 希望你不要再孤獨了 生日快樂 謝謝 耶 好 那我們就有請欣賞 接下來的歌曲 十少人最爽的歌 接下來的歌曲吧 耶 好